小小的请求在这里 你快你快你快 我都已经绷不住了快 因为汪素龙呢 其实他一直跟我说 他特别喜欢火熊 所以我特别想推荐他 在第五季 不议 好 今天就坐着 今天就坐 其实我来 我都不用坐在那里 我都站着都可以 我就站着 不不不 我就站着 还坐着吧 还坐着吧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大家都在录这个节目 然后其实我自己 也很想很想来 我就想为什么 这个节目不给我打电话 大家不知道 我跟韩哥的关系吗 就是 我在外面都是 韩哥野生的儿子 野生 野生 但是呢我要说句真心话 龙龙从来没有 因为这个事情 跟我发过一个信息 对 他只要但凡跟我说一句 我能不能来路火星 你肯定避嫌 举嫌不避欺 龙龙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真的 他完完全全是可以胜任的 所以我觉得做事有头有尾 我们从2018年的最后一期 开始到2019年的第五季的第一期 好吧 我们就这么延续下去 好 欢迎新进高级特工 王苏 好 接下来谁来写 老师等一下 不是老师 徐医长 归最后一件事 特别遗憾的就是老薛没有归来 对 就我觉得很多网上的人太不善良了 是的 所以 其实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为什么不回来 但是我 他做的一切的决定 我们都是非常支持他的 很遗憾 第四季了 三季每一集的最后一期他都在 只有这一季他没有在这个舞台上 但是 其实我觉得他和 在这个舞台上是一样的 我能感受到他的温度 所以我希望 老薛可以早日归来 好 归到火星 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 薛熙谦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平平顺顺的 少一些风风雨雨 多一些平平安安 对 其实很难去说一些 或解释一些 让全世界都能够满意和幸福的理由和借口 其实说到底 就日子是自己过 无论是爱情和友情 其实很多事情 只要对视的双方内心能够知道 其实就可以 是 我们其实内心都有带着这一份 等他归来的这份心 对 加油 薛熙谦 好 接下来写来写 就由我火星警理来 火星警理 因为我为什么说是自己是火星警理 因为我得了三枚徽章 而每一枚徽章我都得到了 喵喵 结封 说实话 这是操作失误 对 做梦也没想到 今年我就有新意了 我告诉大家 这个字怎么都不是从中间开始的 家 那你把这个字就送给孟传就好了吗 对呀 落款 落款 哇 这个字写得丑的呀 越描越黑了 你看这两个字像不像恶风了 为什么是家呢 因为我2018年又让大家重新认识了我一遍 因为我参加了一档节目叫我家那小子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私底下 大家还是那么喜欢我 真实的我是那么有人格魅力 对不对 然后我自己都收不下去了 好没有底气啊 看到没 自吹自擂就是这种下场 我跟你说 而且我通过这个节目 我又找回了自信 就是微博粉丝 加了一百多万人 而且我仔细地看了一下我的粉丝 大部分都是女粉丝 你们知道风哥有多可怕了吧 他是一个头像一个头像地看 而且我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成就 除了上了很多次微博热搜以外 我的几万条私信里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找我求婚的 不信大家看一下 有一些他已经加了微信了 你们看右上角是微信 什么下了微信 微信 微信 这是我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还帮你接这下方 我们有群嘛 就是 你专门为这个建一个群啊 风哥 我可以说 不只这些年轻的女孩想嫁给我 就连阿姨们 也想嫁给你啊 就看完这个节目也非常喜欢我 就比如说袁珊珊的妈妈 就看完这个节目以后 他就说 哇 钱锋这个小伙子特别真实 然后特别可爱 那你要不要给阿姨说一下真实的你呢 真实的我就是特别可爱的 然后我也想告诉阿姨 其实我爸妈也是特别喜欢袁珊珊的呢 雪佛你有看风哥在那个节目上的表现吗 没有 这一集都没有看过吗 一集都没看 就是因为没有看我那个节目 所以到现在还对我冷眼相对 看了以后他也嫁那个群 雪佛你看了有那么多女孩子 说要嫁给他 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挺好的 祝福你 我想把风哥证明一下 因为风哥真的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比如说现场有没有想嫁风哥的 想嫁风哥的举手 没有 没有 龙龙 你确定是要跟我捧场是吗 有两个 理由 听下理由 这个长得好漂亮 我觉得他能带我吃好吃的 都是吃货 这是完全 对 所以 介于那么多女孩 想要嫁给我的话 我在这旁边再添一个 我都有添字的耶 刚才孟晨也添字了 就变成了一个嫁 好的 接下来 谁来总结 我 雪佛 雪佛 你是不是听到我是全民动想家的男神了以后 按耐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还不是 好聪明的 雪佛要写什么字啊 胖 胖啊 雪佛也写胖啊 这个前锋的 哦 脱 哦 脱 哦 脱 哎呀 雪佛你不会记得我上次的外套脱掉啦 其实它有两层的含义 第一层的含义是 我想脱掉头上的名称 就像是美男女神或是小仙女 啊 因为我之前演的角色都是比较耍白甜 但是我看你今年悠酷那个《魅者无章》里面就演的好像是一种比较魅惑 比较炫酷的角色 把这颗药吃了 你随时可以踏进这个门 我就是你的了 雪佛不要压抑自己了 来吧 来 哇 你看看你这种人 对 就是今年演到这样的角色觉得很开心 就是有不一样的自己 突破 对 所以我想要脱掉大家对我的既定印象 哦 那还有一层意思呢 像脱单对 脱单 哇 走 哇 哇 雪佛我像有个家 我不许你的 哈哈 哈哈 我想要拥有一个家是 跟我的家人更多时间相处在一块 哈哈 你一旦脱单了以后 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处理和前锋这样的 几季下来累积出来的这样的一个 前锋的对象很多啊 哦 哇 哈哈 他是专职花心耶 哈哈 我有一个提议 要不干脆两个人结拜算了 结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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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锋哥哥 哎 妹妹 当风哥想要干嘛 我是你妹妹 哈哈 对 我是你妹 哥哥 不要 你是你妹妹 你干什么 哈哈哈 结拜还是别了吧 他就想追别人 好可怕 你还是希望给自己留 有一丝的希望 对对对 哦 哇塞 风哥 风哥 你是真的 哦 哇 我本来准备你们结拜的时候是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的 来吧 哇 哇 你看看 哦 这么个结拜啊 我理会错意思了 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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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